第六十七集 大丞相谋皇位 小乐子从宫中逃回家乡隋州 又由杨坚将他带回长安 通过正义使他重新入了宫 做了太监 后来受到宣帝的信任 曾为宣帝新妇大太监 宣帝婚后 皇太后杨丽华 又将他安排到了静帝的身边 事后静帝 无疑 他是解开这一谜团 极为关键的人物 小乐子一到 杨坚即问道 小乐子 丞相带你如何 大丞相是小乐子的救命恩人 再生父母 一辈子都不敢忘记 小乐子如有来生 亦愿为大丞相做牛做马 小乐子说着就要下跪磕头 哎 别别别这样 知恩就行 杨坚起身将其拽住 并命他在自己的右边的座位上坐下来 今日找你来 有话要问 你要实话实说 是 今日幼主在朝上说的话 你听清楚了吗 笑得听清楚了 小乐子道 咱当时就吓懵了 德林宫一发话 咱才醒悟 就立马把静地抱走了 怕他再说不得体之话 阳坚点了顶头 忽然又问道 你知不知道 那话是谁教他说的 小的不知道 你猜呢 小乐子看了一眼阳坚 然后他说 此话不好猜 不要紧的 猜错了不怪你 但要说真话 阳坚开导小乐子道 你一天到晚陪着幼主 哪样人对他说哪样话 总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吧 若是这样 小的就斗胆猜了 小乐子脱口道 没准 此话是皇太后 叫幼主说的 哦 阳坚与一直没有 吭声的李德林 目光相碰了一下 然后他又问道 你为何首先 猜到的是皇太后 小的确实没有听到 皇太后这么 叫幼主说话 不过 太后娘娘在天台也好 在自己住的洪圣宫也好 一发脾气 动不动就拿您说事 自五位皇叔去世 宇文家被超没 他的脾性就没了往日的温和 他哭过好几场 常常为自己和幼主 今后的日子担忧 为江山社稷担忧 小的曾劝他说 太后您担心啥呀 大丞相又不是外人 是您的亲爹呀 他还能亏待自己的女儿吗 杨坚沉思良久 又问道 那帝太后了 他可是幼主的亲娘啊 他难道不希望 自己的亲生儿子主事吗 依小的知见 帝太后朱娘娘 不会教圣上 说此类话的 哦 杨坚诧异地盯着小乐子 他问道 为啥 帝太后是个很奇怪的女子 她一直认为 圣上其实只是个 啥都不懂的小孩子 而且 她并不稀图儿子做皇帝 操那份她压根就操不了的心 她自己也不稀图做皇太后 她曾对咱说过 她希望大丞相把她娘脸都喂了 允许她娘脸出宫做个树人 她一直都是这个想法 你想 她会叫儿子说那番话吗 杨坚竟无言以对 她想 这个女子不简单 竟能如此看透世事 她奇 却并不像小乐子说的怪 李德林看看杨坚没了言语 她就查问道 最近还有哪些大人到天台看过境地 日日都要到后宫来查岗的 是卢班大人 在长孙大人去前方之后 卢大人日日都来天台 他和咱倒是有话讲 但没见他和幼主讲过啥话 其他就是流访大人了 他除了和幼主讲话以外 还常教他下棋 还有郑义大人呢 李德林问 郑大人最近没来 听刘大人说 郑大人之母生病 他要在家伺候汤药 哦哦对了 前天幼主的姑奶 顺阳公主来看过她的 哦 没了声音的大丞相突然发问道 那姑爷呢 姑爷来了没 没呢 小乐子说 小的在杨府当差时 曾见过杨赞姑爷的 咱记得 他是大丞相的兄弟 顺阳公主 对幼主说了什么话呀 嗯 小的当时没在意 他一进殿 就把圣上抱起来 让他做自己的牺牲 说着说那的 甚是亲热 小的当时确实没在意 没听他老人家 到底说了些啥 问话到此为止 小乐子走后 杨坚和李德林队 怀疑对象 排了个座次 首当其冲的是 皇太后杨丽华 其次是刘芳 和顺阳公主 三个人中 有两个都是杨家人 皇太后杨丽华 就是杨坚之女 顺阳公主 则是杨坚之地席 杨坚 因而长叹一声 他说 唉 三个人 个个都不是 一盏省油的灯啊 那很自然 李德林说 若是一般人 恐怕后宫的门 都摸不着呢 更莫说 要见幼主本人 咱看哪 此事就查到 这里为止吧 不要再追究了 心里有个谱就行 弄得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 并没有什么益处 那为啥 明摆的事呢 如果弄清楚 是皇太后 那可怎么办呢 咱立即下旨 处死她 公以为人家 会觉得此举 是大义灭亲 别人才不会 这么看哪 他们会认为 这是大丞相 在向宇文家 争夺皇权 斩草除根 灭亲 灭到出嫁的 女儿身上了 公犯得着吗 同样 如果查出 是顺阳公主所为 公怎么处置她呢 她不仅是 您的弟媳 还是受朝臣 敬重的 五弟的亲妹子 当今又主之 亲姑奶奶呢 时下 那里还没有李顺呢 外奸御吃炯 叛乱未平 又弄出个窝里豆来 不是又添了 一层堵了吗 李德林的一席话 把个阳间说得 大恨淋漓 不过 今日之事 还是为咱提了个醒 李德林说 以下官之见 功已不宜 继续坐在 大丞相这个位子上了 哦 阳间眉心一跳 目光炯炯地 直视李德林 然后问道 为啥 丞相想想 玉尺炯也好 王谦司马萧奈也好 还有今日躲在幼主身后 唆使他 要掌权的人也好 都是为了 同一个目的 既是在 觊觎幼主 那个至高无上的权位呢 因此 一日不断 此一帮人之念想 还会继续有 亡命之徒跳出来 试图铤而走险 争抢皇位的 公之一事 公 绝不能让 寂寅之人 在有一丝一毫的 可乘之机 当下就应该 做好准备 让境地 顺理成章地训位 并由公 来军临天下 杨坚头上的汗水 把所带 戒则之言 都如实了 他竟有点 孽如地问 公以为 此事啥时候进行 较何时宜 应在夜城城破 玉尺炯被灭的时候 那时候 天下归属已定 但当下 就要开始 做好准备 这准备 应如何 着手呢 一向沉着冷静的杨坚 一阵地 惶惑 慌乱 显得没了主张 皇帝们 对杨坚而言 其实自年轻的时候起 就不止做过一次 但是那时候 只限于在心里憧憬 他觉得 世间万物 统统都归自己支配 而且那均临天下的滋味 一定是美不胜收的 但显然 那时候 梦归梦 离现实 离自己 都还很遥远 既是渴望 亦不可及 可是自这次当上大丞相之后 他的感觉则完全不同了 他离那个位子 尽一步之遥 而尤其是自己所做的一切 皆是替禁帝 再行帝王之夜呀 他因而天天想 日日盼 盼着有朝一日 自己能均临天下 甚至私下还偷偷模仿过 当年武帝 抬腿 卖步之神态 可是当下 真的是到临头 并由李德林 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 他却反而突然感到 手脚冰凉 顿时生出 高处不胜寒之战礼 然而对于李德林来说 如何运作这事 则是一点也不陌生 他在齐国就是皇帝的进尘 并写的一首好诏书 武帝破旗之后 更得武帝重用 为武帝出谋划策 而且对朝廷和宫内的运转 十分的熟人 李德林 因而从容地对大丞相说 不要紧的 您尽可按于平日事务 依应繁琐准备 自由我们去做 当务之急事 要尽快召回高久 还有长孙盛也很重要 他是小公伯 回来之后 要齐管住天台 尽量切断幼主 与外界的联系 以免再次节外生枝 嚷出事端 行 围攻在军中的地位 依然稳固 监军 已经可有可无 可以放心 让他们俩回来了 杨洁说着 不觉地叹了一声 朝中官员 看起来不少 可真正顶用的 确实不多呢 不要紧的 李德林笑着说 此乃非常时期 人反倒不宜过多 多了即杂 反一声乱 如若万一捅出个娄子 反而不好收拾了 有的人 目下不用 将来还是可用的 有的人 如苏薇 还在观望呢 以后大决定了 再用也不迟 带到将来 如公这样的人 能多有几个就好了 那 那倒不见得 李德林自愁地笑道 在下有自知之明 也如丞相所言 仅 一介书生而 这天晚上 杨坚卓人 把一任一同三私 票弃将军的 于济才 照入正阳殿 大丞相府之内室 下官已经猜到 大丞相近日 必来找咱 十年六十有四的 于济才 身材瘦靴 硬朗 瘦眉下的一双毛子 熠熠生辉 疏密有致的 花白胡须 飘至胸前 一副 道骨先锋之帽 咱近来 足不出户 一直在等 丞相您的照见呢 杨坚 比济才 小二十余岁 交往 却也有二十余年 所以 互相说话 已经很随便 没那么神通吧 你猜 咱今日 照公至此 亦与何为 大丞相 欲登九五之尊 来找丞相 问日子 是吗 哦 杨坚知道 其精通周易 上官天相 是朝内知名的 命相术士 但还是对他 一语道破天机 大吃了一惊 于是掩饰得到 吴锦平 平庸之才 却受宣帝临终 一命之托 可是 发现当下 似乎已经走到了 岔路口 感到有点茫然 叶儿想请先生 支点迷津 一阵爽朗的 大笑过后 记彩理了 李兄前的胡须 他说道 公之入岔路 须仍给 支点迷津 下官对此 不敢苟同 咱以为 公是看到 梦寐以求之物事 已然就在眼前 却又有些忌惮 是吗 在下是看着公 一步一驱 从仕途走过来的 在咱眼中 大丞相 一直是福星高照了 往日之路 虽不平坦 曾遇显象 不过 都还是 一一逢凶化急了呀 而今 谁都看得见 大丞相李九五之位 就差那么一丁点 在此之际 咱即使说 那至高无上之位 公做不得 公 还会去学许游 蹲入齐山 用饮水洗耳吗 这杨坚 不好意思地 默然良久 他抬起头 然后说 咱墓下 却如骑在一头猛兽上 想下来都难了 就是嘛 进于那位子的人 多着呢 他们也都在盯着公 这记才提高了嗓音 他说 所以要义无反顾 当仁不让 还需特别小心谨慎 一步一步走稳当 千万注意 不要犹豫 也别稀图一步登天 要一步一步 踏到实处 数日以后 高炯和长孙盛 双双归来 杨坚 战读了尾孝宽的来书 感到无比的欣慰 尾公 对最困难的时刻 得到大丞相的 最大支持 表示了由衷的感激 并表示 即将展开的夜城一役 一定会令全体将士 全力以赴 活要抓住御池炯的人 死要见其失 还提出 此次临危受命 行事仓促 自己身边没带多少人 因此恳请大成 向允许侄子韦义 速来前线 帮衬一下自己 杨坚赌完信 姬卓人 传尾翼来相府 并让李德林亲你 对尾翼任命的诏书 这时候 高炯又从行囊中 取出了一长条形状的 明皇锦霞 郑重地说 这是尾公送给您的 他还特别交代 要咱亲自 交到您的手中 哦 这么慎重 是什么呢 杨坚说着 打开锦霞 竟是一条黄灿灿 亮闪闪的 十三环金腰带 他大吃一惊 不惊地问道 围公在前方作战 他是从哪儿 弄来的此物 当初 御池炯派细作之帅长 就是试图用此物 来引诱围公的 高炯解释说 在临走向围公辞行的时候 他特别郑重地 将此物交给了咱 并意味深长地说 请亲手将此物 转送大丞相 以表咱的 一片殷切之心 杨坚感叹道 为公用心 可谓良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词 本人为妥华 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